杨老师 你怎么看这个事 我是因为从外人来看 绿营不会因为吕秀莲的事情而分裂 这个应该是不至于 就是因为他个人的决定 这个的确是 他在民进党民主化的过程中间 的确有他的贡献 可是他离开 因为他自己个人觉得不受到重视而离开 我觉得这可以理解了 这也没有什么特别的 只是他要去批评说 这次台北市长候选的初选不公 我觉得这恐怕有点不符合事实 因为这次初选就像刚才建章兄所说的 他不但不是这个初选 它是个征召的程序 他本来就没有初选 就算有初选退一万步来讲 不是一个民调 几乎没有一个民调 你吕秀莲是领先姚文质的嘛 那你怎么能说民调 有起有福一会儿多一会儿少了 从来没有多的 像变魔术 像变魔术一样 这个讲法就是严重的指控 不符合事实 好像有人为的操作 对 他被不公平的被排除掉 这一点我觉得是不恰当的指控了 那你觉得他怎么会变这样 那我当然没有办法想象了 这是他个人的规划 我对他也不熟 我也没有办法评价 我只知道 我原本以为他原来就应该心里有数放弃 因为他礼拜六 姚文质跟他一起发表政见会 那礼拜天他就出国了 党里面礼拜一就有一个重要的会议 他就根本不在国内 人家也没有办法在 他自己如果今天是一个 这么要重要的时候 重要的时候 这么出选 那么在意的时候 那你应该盯着那个民调看啊 就盯着那个礼拜六 礼拜天的民调 礼拜一 所以你就要很在意 这个民调怎么做的 显然你也没有嘛 那怎么会忽然回头就认为 尤其不该讲的话 就是DPP民进党会在 国家会在民进党执政下 轮王 这个是纯粹的不恰当的话 不是说因为分手就不可以批评 任何时候都可以批评 而是这根本不符合事实 目前以精进来讲 不但没有轮王 民进党执政已经替国家 增加了数兆的资产 公司增加十兆 对啊 那这个你为什么不 你为什么不去论述 那到底什么地方轮王 难道两岸关系 你赞成九二共识吗 我想这一点实在是 言过其识 所以我就觉得 这个离开 应该不是绿营板块式的分裂 而是他个人的选择 OK OK 好